有你幸福 梦中花端尽足 好幸福 现在要做书女峰 叫书女峰 採设的导师 还有就是在座的朋友 还有直播面前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伟三 好那很荣幸 今天可以担任鸭轴的分享 分享一整 那伟辰来介绍一下是怎么来超买的 其实啊 在某一次的得乡女人花的交友经营会里面 有遇到一位两年前伟辰在导盲犬协会 任职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司杰的同学 那他其实有 好像他的儿子有给伟辰亲人职业吧 好那个时候的伟辰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那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好像也把他丢掉了 那么呢在2019年的9月份的时候 伟辰因为业务工作的关系 他一起认识了台中的陈策大哥 那当时的 当时我只想要开发他 就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他当时的Facebook 就是写了一个 八段紧急工作坊 然后我就想说 哦 应该是在做推拿的 我要来卖他网络广告这样子 然后结果反而是他来跟我介绍筹码 那当时后的伟辰呢 其实可能音乐也还不具足 所以并没有很把这个当 没有把天文文化 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回事 那也就在那半年呢 其实也是过得还蛮波折的 那其实大家应该也很难想像说 欸今天好像大家都失眠 对不对 我也是失眠的人 对 我在进超马之前 每天要吃七颗安眠药才可以睡着 对就是那种 如果有吃安眠药的人 应该都知道强的啊弱的啊 强的啊 强笑的啊 等笑的我都吃过 那因为伟辰在过去 因为不懂事啦 就是在读弟子规理之前 我真的是很很不懂事 然后还以为自己很棒 这么感觉良好 以为自己很善的啊 那所以就是说 后来我才知道说 哦为什么我会这么 在这么年轻的岁数 就患得了躁郁症 对 那其实我的躁郁症 每次我说出来大家都很压抑 我怎么会有躁郁症 因为我看起来很快啦 那因为过去的一些因人啊 然后还有很多的自己的不适 造成了很多 和不管是家人啊 还有说就是当时的一个对象 种种的相处上都会有一些 都会有一些摩擦 然后伟辰总是觉得说 自己明明就很有爱啊 很有很很很会付出 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一个期盼 一个盼望 所以当时已经走入到一个谷底 是真的真的曾经想要自我了断过 那虽然说当时不是 也不是因为抄马而结了为成一条生命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因为吃药以后 然后就稍微有改善 然后离开了前任这样子 那后来 但是我后来发现说 我的生活似乎有变好 但是这根本的那个问题 并没有解决 这就是我的习气 还有我对事情的逻辑观念完全都完全 我以为我在做自己 但是其实呢 我只是在自我放纵 我只是在做那个 我只是在找寻一个 让我自己比较舒适 然后可是我却会 可能造成他人的困扰 可能说让爸爸妈妈担心 那样关心我的家人 起了烦恼心 我这才知道说 哦原来这些东西 都会造成不好的能量这样子 然后才会再让伟辰 在事事看起来 都还不错的情况下 却感觉到如此的空泛 如此的匮乏 甚至忧郁的状况 竟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已经吃药了 那还是需要吃七喝才可以睡着 那直到呢 很感恩就是那一天 因为4月份 2020年4月份 我今年4月份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尾神的业绩跟尾神的心情 还有当时的一个关系的状 情感关系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所以有一天心情很低弱 那刚好成色大哥那一天打电话给伟辰 那他就请伟辰实验看看感恩思俱记 那其实一开始听到感恩思俱记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那么就是 就是我没有很喜欢听说实在的那个时候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司马当国马医 想说反正我现在再怎么样 我心情也好不起来 所以也有很绝望 又有点想要去自我了断的念头 那我就这样子听着感恩思俱记 欸听着听着很神奇喔 我那一天晚上竟然不用吃药 我就睡着了欸 所以这个实验 好感恩我有做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让我对精英会很好奇 于是呢 呃 陈森大哥就请梅妍姐帮忙 然后我记得 真的很殊胜很巧妙 天地的安排很感谢 那一天我参加了那个精英会好像 就是啦 就是丽叔姐姐主持的精英会 那我今天第一次站在这个爱与感恩的精神分享 她也是丽叔姐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安排 也真的很感谢丽叔姐姐 当时她那一天所分享的东西 我记得她说她的孙子跌倒的时候 她马上唱感恩思俱记 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欸 欸孙女就平安无事 那我就越来越觉得 哇好特别 当天大家的分享我都觉得很特别 那我没想到说自己 居然有办法在 我以前在讲座上 在课堂上都是会杜咕的 我在超马的每一堂课 从来都没有杜咕过 那都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的转变呢就是 欸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比较讲话比较慢 讲到重点 就其实我在想丽叔姐姐 刚刚应该是希望说 我讲我怎么从一个烂 就是一穿很喜欢穿破洞 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对那就是接触超马以后 就发现说以前做自己的那一些 都不是真的会让我踏实 感觉到很心安的自己 自从读了弟子规以后 我完全的臣服于蔡里薛老师 以及殷琪院长 以及我们很棒的太阳上的导师 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人要有人要 就是帮我们穿着什么衣服 做着什么行为 都代表我们尊重自己 以尊重我们所对应的人事物 尊重一切 那这一切呢 也有起心动念去带动我们的行为 那由我们的转变去转我们的静 那这些静又会来 这些静由我们自己来创造 因为像刚刚文静分享的 爱也是要苗苗营造的 这个我在下一次有机会 我现在给另外一会分享 有机会我在分享我的关系里面的改变 爱也是要营造的自己的幸福的样貌 也要去营造 先制造假箱假睡 然后就会有真香真水 这件事情是真的 因为我也曾自从决定 学营院长就是把短裤丢掉 没有丢掉啊 就还留着想说不知道给谁这样 然后牛仔裤就不是很爱穿 这样子就变得很喜欢穿的 有点麻烦 但是就会觉得说我在 可是有点麻烦 但是我会变成说我在行走 行住坐卧之间都会有一份谨慎 那一份谨慎是韦慈一直以来 没有休息好的课题 那韦慈当然现在也没有做得很好 还有非常多值得进步的空间 但是呢因为在超马 韦慈非常有信心 因为每一天都会有很棒的心法 开启我们的一天 那有弟子归可以当我们的准则 所以走偏了我们都知道要怎么回来 所以心中非常的笃实 那感受到幸福的那种神经指数都变高了 就很容易因为小事情而开心 而真正的感动 然后知足 那流了眼泪也慢慢的就是 为感动落泪这样子 那吵架的次数也变少了 和家人的关系 真的我妈妈上次陪我一起来音乐会 那他都跟别人说 他女儿变乖都不会淋嘴 现在都会帮他主动做很多事情 那真的是因为弟子归 让我曾知道说 哦原来我表面以前 表面上好像跟妈妈很麻吉很好 但其实啊 他都忍让我很多 其实真的蛮多地方还蛮对不起他 让他操了很多心 那真的在我们超马系统里面 去真正看到自己 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去忏悔 去发愿 欸然后在自己的穿着上有改变 人缘变好 劣机不求自得 真的 维城的客人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我是练化行销 客人自然会自己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还要买我的那个商品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特别 那真的很希望说 每一秒维城都可以秒秒落实充嘛 那相信这样子的话 就绝对可以止漏 然后也可以 就像刚刚那个这头分享的 那个正确的道路 就已经为我们铺好了这样子 那维城今天来分享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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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